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我們網上的主要學 我們今天主要學要講的題目是 第六講大先知書災難的末世語言 第十七節 耶利米先知末世語言 第四講 我們依然在講以色列文的回歸 今天要講的經文是由二十九章十一到十四節 可以講到三十一章 我們先看二十九章的第十一到十四節 我們先低頭做個祈禱 親愛恩主多謝你 替我們今天的時間 讓我們安靜的壓力聆聽 我們先知裡面的末世語言 靠主借著聖靈感動我們的心 安靜 領受你的話語 感謝其他一封靠主耶穌基督聖明 阿門 好 我們來讀經 而我話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次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你們要呼求我 討過我 我就應找你們 你們尋求我 我若專心尋求我 就逼尋見 也話說 我必被你們尋見 我也必使你們被老的人歸回 將你們從各國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朝聚了來 又將你們帶回我 使你們被老略離開的地方 這次耶穌基督 我用紫色標註二十九章十一節 這是很好的金句 而話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次平安的意念 神向我們所懷的意念是次平安 希望你和我都有平安 所以耶路撒冷就是一個平安之城 Shalom Yeru Shalom 平安之城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神不會喜歡降災禍的我們身上 要叫你們後有指望 所以我們在末世的時候有指望 就是神賜平安 所以我也知道 是會有災禍的 在末世的時候審判 好了 黃色這裡還有這一句就應許了 都是預言 我也必使你們被老的人歸活 將你們從各國中 各國啊 和我所揀 趕你們到的國處 被趕走了 分散到各地了 朝聚了來 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老離開的地方 所以秘魯離開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加蘭地 以色列人的英去之地 那麼 秘魯到巴比倫 秘魯到外邦 所以我們要點很簡單 就是神所賜平安的意念 就是使以色列人在末後有回歸本土的指望 這一段經文總結就是這樣 所謂平安的意念就是讓猶太人知道 在末後的時期他們會回歸 回到自己故鄉的這個盼望 繼續看 第三節 耶路撒說 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 以色列和猶大被老的人歸回 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 列祖之地 他們就得這地為業 以下是耶路撒論到以色列和猶大所說的話 要我話語此說 我們聽見聲音是戰鬥懼怕 而不平安的聲音 你們且訪問看看 男人有鏟爛嗎 我只能看見人人 我只能看見人人 用手黑腰向將 鏟爛那些婦人 連面都變青了呢 愛在哪日偉大 無日可比 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 但他必被救出來 萬君之爺話說 到哪日我必從你頸項上 截斷仇敵的握 扭開他的城鎖 愛幫人不得再使你做他們的勞搏 你們卻要施奉要你們的神和我 為你們所要興起的王大衛 注意這些經文都很寶貴 尤其是我圈住了第七節 紅色的 愛在哪日偉大 無日可比 表示怎樣 末日 特別的日子 沒有一個日子可以比得上這一日 這一日是非常之厲害 是什麼日子 是雅各遭難的時候 這個我們要特別留意 我將這個經文 用顏色標了出來 然後有黃色的字 日子張道 特別要留意 以色列和猶大 看到了 以色列後來分為 北國、南國、南國、猶大 所以這裏就是北國、南國 都要回歸 所以第一點 要點 神會在一個特定的日子 將以色列全家都回歸到本土 全家都回歸到本土 全家都回歸到 現在已經在應現了部分 其實很多部分 以色列復國 很多人回歸朝一朝一朝的 但現在還是繼續的 第二,以色列復國之後 將在末日前遭受一場 空前絕後的大災難 就是這個 無日可比 這災難 如同 如同 鏟爛的苦人 神都問了 有沒有男人鏟爛的 女人懷胎 但這裏好像連男人都受災 稱為瓦國遭難的時候 但最後必被神請求 所以瓦國遭難的日子 就是末日的時候 還未應驗 是一個預言 末日的大災難 第三,神會審判外邦 迫害以色列愚民的一切可怕的災難 過後 基督將在全地掌王權 如同大衛 到哪日 最後的日子 我必從你講 在項目上 截斷仇正的 就是迫不以色列人 攻打以色列人的 這些仇國 將會 經歷可怕的災難 扭開他的城鎖 外邦人不得再使 你做他們的奴博 所以 猶太人不會再做外邦人的奴博 他們做主 被拯救了出來 然後 你們卻要侍奉 而你們的神 我為你們所有興起的王大衛 這裏我講 大衛已經死了 在耶利米的時代 大衛不存在 所以這個不是大衛王自己 是一個尼賽亞基督的預言 好像大衛掌權一樣 因為大衛王的時候 是做以色列北南國 全國的 所有支派的王 同樣 末日之後 主耶穌回來 主耶穌要做 猶太人 北國南國 所有猶太人的王 好像大衛一樣 這樣 猶太人就開始敬拜神 以及 歸於基督 做他的子民 當然 我們外邦人 都是歸於基督的王權之下 這就是這段經文 第十節 故此 也話說 我的牧人 雅各不要巨派 以色列亞 不要驚往 因我要從遠方拯救你 從秘魯道之地 拯救你的後裔 雅各必回來 得享平靜安逸 無人使他害怕 因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將所謹 趕散你 道的哪些國 滅絕正盡 卻不將你滅絕正盡 賭要從寬 請治你 萬不能不法你 這字也話說的 十二節 要話如此說 你的損傷無法醫治 你的傷痕極其重大 無人為你分數 使你的傷痕得已前果 你沒有醫治的良藥 你所親愛的都忘記你 不來探問你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惡眾多 我曾用仇敵加的傷害 傷害你 用殘忍者的情治 情治你 你為何因損傷哀嚎 你的痛苦無法醫治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惡眾多 曾將自己加在你身上 所以看到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惡眾多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惡眾多 都是重複的 曾用仇敵加的傷害傷害 傷害你 曾將這些加在你身上 是重複的 表示如何 猶太人的罪 是太大了 好像重複又重複的 上帝對他的審判 也是不停的 要點 第一 神會將以色列民 從遠方的巴比倫 帝國拯救出來 平安回到故土 在末世時期 神都會再一次 將他們 從世界屬靈的巴比倫 帶回故土 所以 要從遠方 從秘魯之地 回內 雅各要回來 所以 神 對以色列人的一個 應許 在耶利米的時代 應許他們 如何避露到巴比倫 他們 會再回歸 同樣的 去到末世時期 一個熟靈的巴比倫帝國 這個世界 一個世俗主義的世界 都會帶回到 以色列 第二 神會滅絕所有 努力以色列民的列國 包括什麼 比如亞瑟 巴比倫 甚至納粹帝國 所有逼敗以色列人 猶太人 這些仇敵國家 神都會審判 第三 神因以色列民的罪孽 而使他們 遭受到列國的打擊 而且傷勢與痛苦 不得醫治 這裡講到 因為他們犯了罪 所以神就審判他們的時候 毫不留情 損傷無法醫治 沒有醫治的良藥 痛苦無法醫治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結果 有病無法醫治 挺慘的 痛苦無法解 沒有藥 沒有醫治的良藥 所以 猶太人在第四世紀大戰 被希特拉屠殺的時候 他們靈性低落 他們認為他們是神的選民 為什麼要遭受這麼可怕的痛苦 和災難呢 上帝在哪裡 到今天也有些猶太人 都是生氣到上帝的 到底上帝在哪裡 為什麼容許我們經歷這麼大的苦難呢 所以我們看到 神對猶太人的審判 當時的罪 神審判 日以後都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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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我們都是 神是公義的 人有罪 神是會追贖 尤其是神的子民的話 神的審判是更大的 好 第十四節 這裡我們有一個註解 就是 你所親愛的都忘記你 不來談問你 什麼意思呢 是講解猶太人和聯倫國的關係 若阿勁是埃及人 在主前609年 擺在猶太國的位置 好像傀儡一樣 他一直向埃及效忠 直到尼普格尼撒的霸權 終止的時候 終止了這個關係 那 604年 公元前 這些都是公元前 阿薩基倫陷落之後 若阿勁就向巴比倫 朝供了幾年 所以他本來是 後忠於埃及的 所以埃及就是他的 一個 鄰國 一個 所親愛的 可以這樣說 但是 尼普格尼撒是巴比倫王 他霸權 興起的時候 就將這個關係終止了 因為 因為 巴比倫強權 那 若阿勁就迫要屈服 好了 但是尼普格尼撒 在公元前 601年 入侵埃及 失敗 那 若阿勁就再度 服從埃及 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 停止搞立 這個 巴比倫的 稅局 所以說 哦 看到你巴比倫打敗了 即是打不過埃及 那 若阿勁呢 他要看誰是我的主人 他都很死目的 本來就是 後衷埃及 怎知道 巴比倫這樣強勢 那就後衷巴比倫 那現在 哎 埃及就打贏了 他又回頭 又後衷埃及 因此 當尼普格尼撒王 在公元前 597年 討伐耶路撒冷的時候 埃及就是 是猶大所依靠的 投號的盟友 啊 啊 西底加 就 在這個 童年 稍後 就被尼普格尼撒立王了 幾乎 立即 就和 一系列的西方小國 就 談判了 組成了抵抗尼普格尼撒的聯盟 所以我們看到 埃及 和附近的 酥利亞 約旦 這些周圍的國家 其實他們都想 略合 一起 對抗 巴比倫 對抗 尼普格尼撒的 但是 公元前 595年 法老 深 美 德 夫 二世 在埃及 登基 起初在南方 和 魯比亞 戰爭當中 得到一些勝利 在葡萄紙上 就寫到 他在巴勒斯坦 勝利 遊行 以示慶祝 所以 埃及 雖然不是聯盟的發起者 但是他們都有理由 預期埃及會支持 這些小國一起起來 對抗 巴比倫 這個聯盟 最後 形成的成員 到底後來有多少個國家 我們不清楚 按照事態發展 埃及軍隊就在主前 588年 終於被巴比倫打敗 按照CB137篇 第七節 當耶路撒冷毫無疑問 就是被陷入的時候 爾東 似乎都是服從了巴比倫 西方諸國中 成為尼布加尼薩 洩露的對象 最後 剩下阿門和推落 所以當 猶太人被老的時候 周圍的鄰國都救不到猶太人 因為尼布加尼薩 是強勢 那些小國聯盟 最終都是瓦解 都是失敗的 好 我們下面再看 二十三節 阿刊 阿刊 亦會說 那些憤怒 好象 暴風已經發出 是素滅的暴風 迫轉到惡人的頭上 而說 那些烈怒 迫不轉燒 直到他心中所 尼定的成就了 末後的日子 你們要明白 可以看到 這些巨峰 好厲害 那些憤怒 好象 暴風已經發出 整個怒氣 是素滅人的 臨到惡人的頭上 烈怒 迫不轉燒 一邊轉一邊轉一邊轉 直到 神心中所尼定的成就 末後的日子 注意了 末世 到了末世的時候 我們看到災難越來越多 神的怒氣 直到最後爆發 我們便會明白 這是神的一個旨意 好 我們下面繼續看 十六字 故此凡吞食你的 迫被吞食 你的敵人 個個都被老去 老虐你的 逼成為老物 搶奪你的 逼成為量物 而話說 我必使你 全愈 依好你的傷痕 都因人稱你為 被趕散的 說 這是石溫 無人來探問的 也話 如此說 我必使 雅各被老去的 帳篷歸回 也必顧 顧識他的住處 誠 必建造 再原舊的 山江 宮殿 也照舊 有人居住 必有感謝和歡樂的聲音 從其中發出 我要使他們 增多 不自減少 使他們尊榮 不自卑微 他們的兒女要如妄日 他們的匯眾 堅立在我面前 凡欺壓他們的 我必 迎負他 他們的君王 必是 屬付他們的 掌權的 必從他們中間而出 我要使他奏近我 他也要親近我 不然 誰有膽量親近我 這次也話說的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們的神 這一大段 說什麼呢 第一 只有神能夠医治以斯利文的創傷和痛苦 我必使你穿越 依有你的創傷 之前不是說 你們的痛苦和創傷 是無虐医治的 但是只有神可以医治 因為只要他們悔改 回轉歸行神 神就 医治他們的痛苦和創傷 第二 聖誠和聖殿必將重建 這件事情要在耶穌第一次降臨之前 和第二次降臨之前發生 那 就是這個 我必使 雅各秘魯的帳篷歸回 也必顧惜他的住處 注意 城必建造在圓舊的山江上 耶路撒冷聖城重建 宮殿也照舊有人居住 這個 就是聖殿 都會重建 在耶利米的時代 聖殿被毀了 然後 他們回歸之後 就重建 聖城又重建 然後耶穌就回來了 不是耶穌回來了 就是耶穌第一次降臨 好了 耶穌第一次降臨 誕生之後 同樣的 公元七十年 聖殿又被毀了 聖城又被毀了 聖城又被毀了 末世主要再回來之前 聖城又要重建 聖殿又要重建 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語言起說 所以 這裡 以色列民 必在自己的國中 歡樂 兒女 增長 興旺 必有感謝和歡樂的聲音 我要使他們增多 即是兒女會增多 他們的兒女要餘亡日 他們的會眾 堅立在我面前 所以 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地方 會歡樂 而且 兒女增長 興旺 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以色列復國在末世的時候 越來越多猶太人 他們的王 必是屬服他們的 掌權的 必從他們中間而出 這裡注意了 這個軍王 和掌權的是單屬 所以 是 以色列復國之後 要選出自己的領袖 不過 直到末日的時候 末後的時代 最後就是 用單數 就是指尼塞的統治 就是以色列復國之後 會有很多總理 總統 有些他們的領袖 他自己選出來 但是 都不是這裡所說的 各位掌權的軍王 因為最後就是 你們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們的神 神要掌權就是基督 所以基督掌權的時候 以色列人作為神的子民 就是基督了 好 我們再看三十一章 一到三十字 耶華說 哪時我必做以色列 國家的神 他們必做我的子民 耶華如此說 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 我使他享安息的時候 他曾在抗野蒙恩 古時耶華向以色列顯然說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池愛吸引你 以色列的文雅 我要再建立你 你就必被建立 你必在以激古為美 與歡樂的人 一同跳舞而出 又必在薩瑪利亞的山上 追蹤葡萄原 追蹤的人 要享用所結的果子 好了 我們在這裏看到什麽呢 吵福上面有一句 我必做以色列 雅國國家的神 猶大和以色列 南北國一齊 他們必做我的子民 整個以色列全家 都要做神的子民 好了 我們這裏又出現了一個 是 我使他享安息的時候 他曾在抗野蒙恩 我們要集中說這一句 以色列文要在抗野蒙恩 有幾種解釋 四種解釋 第一可以指 摩西大利以色列人在抗野裡的事跡 在抗野蒙恩 第二 都可以指在巴比倫 他們被拿去巴比倫 但是巴比倫好像是抗野 他被拿去巴比倫 這個巴比倫就是一個抗野 但是他們都在那裏蒙恩 第三 就是當羅馬提多將軍 帶兵委會聖城的時候 猶太人逃到外地去 然後猶太人一直被分散到外邦各國 各地 成為隱藏民族 於是 愛邦各國成為了以色列人的抗野 這是更闊的解釋 就是當以色列被拿到世界各地的時候 這個就是什麼 抗野 所以這個抗野變成世界 整個國際 都會變成猶太人的抗野 而猶太人被拿到世界各地 都蒙恩 所以現在我們看看猶太人多厲害 有聰明才智 有財富 第四 就是在未來七年的大災難當中 漁民將會在抗野蒙恩 蒙神的保守 啟示錄十二章第六節 婦人就逃到抗野 在哪裏有神給祂預備的地方 使祂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十四節 於是有大英的兩個翅膀刺給婦人 叫祂能飛到抗野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哪蛇 他在哪裏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好 我們看到以色列民將來要在神的保護之下 蒙恩的抗野在哪裏呢 啟示錄 剛才講過的十二章十四節 就是飛到抗野 所以我們看看 第一 有人相信根據薩卡利亞書 十四章一到五節的語言 那裏代表以色列人的婦人 乘飛機 大英的兩個翅膀 飛機逃往約旦河東的Petra 2018年的時候我帶過旅行團 帶過頂姊妹一起去Petra 這個地方有第一個解釋 認為這個抗野蒙恩在大災難的時候 猶太人會逃到這些地方 逃避大災難的災禍 Petra在以色列書十六章一節 是叫做沙拉抗野 即是盆石抗野的意思 和俄巴里亞書三節 三月語文是同一個意思 那就是那裏盆石的抗野早年 曾經在猶太王阿媽祭作戰的時候 被攻取 後來改名叫做約鐵 這個抗野高於海面三千七百尺 很高的 另外有一千個遼望台 二手難攻 傳說是以東人的地方 公園前三世紀 成為阿拉伯人的 那巴提安族 那巴提安族 那巴提安所佔領 這個地方可以住幾萬人 現在還有一個回舊的墳墓 在山裏面作出來 墳墓很高 進門之後 就是另一個世界 非常大的 很容易走失的 可以看看 這裏就是死海的一站 這裏是耶路撒冷 死海 然後這裏是阿曼 這裏是約旦的 約旦 去到Petra就在這裏 好 第二個解釋 有人相信這個抗野就是 以斯利人塞埃及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他們流浪了三十八年 將近四十年 然後呢 就是今天的西奶地區 西奶半島 事實上包括西奶抗野 巴蘭抗野 舒環抗野 沉的抗野 可能這個異仗當中的婦人 就是蒙恩的以斯利 逃到西奶抗野 在這個地方躲避大龍的壁包 這裏說的抗野 就是婦人自己的地方 表示這個抗野都是屬於 以斯利國的地方 1967年60戰爭的時候 以斯利人是把西奶半島奪回去的 所以就有可能他們走到西奶半島 也有可能去到 猶太人曾經在抗野的時候 去到西奶山 現在有人發現西奶山可能在這一邊 在阿拉伯的抗野 在這一邊 因為西奶山直上就是耶路撒冷 在南邊 也有可能 我們不知道 第三 有人相信這個抗野是指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地大 以斯利人 飛去美國來避難 事實上猶太人今天在美國居留 有五百萬人 而且是在美國金融界的首領 以斯利復國之後 猶太人曾經從美國用大量的金錢 支持以斯利復國運動 但是從神看來 美國依然是一個抗野 是神給以斯利 預備的地方 同時 這個婦人在這個地方被養活 就是三年半 1261 用美國猶太人的鴻厚經濟力量 去養活了被冷的猶太人 都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幅圖是說 猶太人分散在各地的居住 散居猶太人 而美國是最多的 在美國來說 一個是紐約州 又是芬蘭亞州 加州都是很多猶太人 居住的地方 所以第三個解釋 在抗野蒙恩 是撤美國 好了 我們再看看 這裡說 日子逼道 以法聯山上守望的人 逼呼叫說 喜來吧 我們可以上石安 到耶華我們的神哪里去 耶華如此事 你們當為啞國歡樂歌唱 因萬國中為首的歡呼 當全羊眾讚說 耶華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 從地極招聚 同著他們來的有 客子、客子、任婦、產婦 他們必成為大幫回到這裏來 三十一章六到八節 要點 第一 以色列在末日回歸故土之後 要上石安山敬佩 在聖殿裏面敬佩神 我們可以上石安 到耶華說我們神哪里去 所以雙重應驗 一個就是以色列回歸之後 重建聖殿 在那裏敬佩神 到耶穌來的時候 祂也有敬佩神 但是到了聖殿 第二次被毀之後 等待第三次第三聖殿重建 將來以色列回歸 現在復過了 等待聖殿重建 他們都會回到聖山 石安山上的聖殿 那裏敬佩神 第二 以色列國要成為萬國中之為首 這是應驗的 現在以國際來說 全世界為首的是哪個國家 是不是 這裏說萬國之中為首的 是以色列 第三 以色列的愚民張鴻神 因為所剩下的人 所剩下的人 所以我們相信 在大災難的時候 剩下的一班猶太人 屠難 最後得莫神的請教 神要將以色列民從北方和地極 遭聚到故土 包括了大批弱勢的人群 核子 卻子 孕婦 產婦 都是弱勢的 成為大幫 回到他們自己的地方 從地極啊 從北方啊 這就是這段經文的語言的焦點 第九節 他們要哭一而來 我要照他們 肯求的 引導他們 使他們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 在其上不治半跌 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法蓮是我的長子 這個要聽搖華的話 全人在遠處的海島說 趕上以色列的 迫招罪地 招罪他 又看守他 好將木人看守羊群 因爺華救贖了雅各 救贖他 脫離 比他更強之人的手 他們要來到石灣的高處過場 又留歸爺華私恩之地 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柔 並楊高牛獨之地 他們的心 逼將 撩棍的原子 他們也不再有一點仇煩 哪時 處理必 歡樂 跳舞 年少的 年老的 也必一同歡樂 因爲 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樂 歡喜 並要安慰他們 使他們的受販主為快樂 我必以肥猶使祭師的心滿足 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之足 這次耶華說的 第一 我們看以色列以神為父 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 所以 猶太人對神的關係 晉升了一步 成為天父 以色列的神 是以色列人的父 第二 列國中曾趕散以色列人的國家 將餘木人看守他們 這是很特別的 這些趕散以色列的列國 現在竟然是要招聚他們 復國 回到自己的地方 而且 看守著他們 好像木人看守羊群 即是說 列國本來是趕散他們 壓迫他們 但最後是 是會好像木人一樣 照顧著他們 看守著他們 然後讓他們回去 那是怎樣的 猶太有錢 對吧 猶太有錢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末世的語言 很特別 上帝竟然 是會讓那些 曾經是滾散 迫不猶太人的這些 國家 反而變成 好像牧羊人一樣 是看守著他們 保護著他們 護送他們 讓他們可以回到 自己的地方 好像以前的 古列王 波士王一樣 第三 神必救贖以斯利 脫離 比他更強的 政權所核製 即是說 比他更強的人的手 曾經核製他們的 更強的政權 但現在怎樣 上帝會救贖他們 脫離這個強權 讓他們脫離 所以我們看到 無論世界各國 有哪些強勢 強權 國家出現出來 逼迫 阿彼猶太人 但是猶太人 都會得到神的請教 神的救贖 第四 以斯利盟回歸之後 逼在聖城的 聖殿前 歡樂 歡樂跳舞 一同歡樂 歡喜 快樂 祭司的心滿足 在哪裏 石灣的高處 石灣的高處 在哪裏 就是聖殿 聖殿 耶路撒冷的聖殿 我們今天 時間有限 暫時就分享到這一書 請大家繼續看 耶利米書第31章 我們下星期 再和大家上課 願上帝 慈福比利 我們低託祈禱 親愛恩主 我們多謝你 帶我們今天時間 接著耶利米書 我們看到末世的語言 而且越來越近 而且在歷史裏面 有應驗 在我們未來的日子 都將會仍然 求主幫助我們 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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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主的再來 感謝其他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命 阿們